口腔溃疡是因为上火吗?口腔溃疡的具体发病原因有很多,通常认为是免疫和环境等综合因素引起,所以口腔溃疡并不等同于上火,就算牛黄解毒丸,黄连上青丸,这些青火药吃上一把,口腔溃疡不久后真的愈合了,但这其实是口腔溃疡自己恢复了,并不是吃的青火药起了作用。 有些口腔溃疡可以找到明确优因,比如,吃义务时刮破了口腔某个位置,口腔棉膜上的细微窗口会发展为口腔溃疡,此外,牙间频繁摩擦,吃火锅,油炸食品,都可能引起口腔溃疡,对于这些情况,只要阻断引起溃疡的病因,保持口腔卫生,正常情况下溃疡两周内就可自愈。 对于不明原因的口腔溃疡,可使用口腔溃疡药膜等针对性药物缓解疼痛,所以单纯说口腔溃疡是上火了,这是不合适。 至于医生开出复合维生素和心剂,只是为了改善身体代谢水平,出现溃疡面滴愈合,这些药物属于辅助性,帮助减轻症状,并不是针对发病病因的用药。 出现口腔溃疡时该怎么办? 一,溃疡一般不用药,一到两周即可自愈,或将维生素C或B2的药片免成面,涂再换处,一两次就有效,也可以再要垫满些溃疡的喷剂或贴膜,促进口腔溃疡的愈合。 二,坚持用浓茶缩口,茶叶中的茶丹宁,具有收敛和杀针消炎作用,能促使口腔溃疡面愈合。 此外,茶中含丰富的维生素,如维生素C具有抗坏血病作用,能促进伤口愈合,维生素B2能防止各类炎症,还有其他多种维生素,对口腔溃疡面低康复均有一定作用。 三,把新鲜的黄瓜直接加凉白开在榨汁机中取剂液用,可以再造成喝一杯,起到清爽肠胃的作用。 黄瓜中含有大量维生素,可以缓解一定的发炎症状,对口腔溃疡能起到有效的作用。 如果觉得黄瓜之口感有点苦涩的话,可以适量加点蜂蜜调味。 四,选择适量的百合,麦豆,绿豆,黑豆,黑芝麻,西米,枸杞,硬米,黑米一起在水里浸泡一宿,然后大成浆,量约一大杯,把这一大杯浆,在一天中分次喝完。 连喝三到五天,口腔溃疡就可愈合。 口腔溃疡反反复复该怎么办? 一,坚持体育锻炼,饮食清淡,多吃蔬菜水果,少吃鲜辣,过热等刺激性的食品,保持大便通畅。 二,使用非离子碾性牙膏对口腔棉膜有异物害。 如果牙膏中含有月桂肌瘤酸那,可又发合加重口腔溃疡,导致口腔棉膜干脏,发生微笑破裂。 三,不熬夜,坚持早睡早起的生活作息,熬夜会导致体内激素发生变化,口腔唾沫增多,刺激溃疡,保持口腔清洁,及时输口刷牙,避免食物残留滋生细菌,吃饭时细胶慢液, 避免擦伤或咬伤口腔内地。 四,在换口腔溃疡期间,建议戴口罩,避免一些细菌,病毒通过嘴巴,鼻子得进入口腔,造成进一步损伤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